我们现在走一下外带 这个外带看着它已经存在 存在 存在的情况 一般情况下 偏心的位置不对 我们现在看一下偏心 偏心位置怎么调节 我们就来按个主机点动 我们先把偏心的位置 滚平 我们看后面的偏心位置是不是对的 看这个偏心的位置它不对 它这个正常的偏心位置是 30到45度的偏心 那么我们现在把偏心位置调过来 现在我们先要松张静伦的螺蛇 让螺蛇松掉 螺蛇松开了 我们先把那个链条的接头 把它松开 我们先把链条的接头 这松开之后 我们现在用前面的屏幕上主机点动 把这个偏心走到30到45度之间 好 就这样 我们再来看那个外带的横峰轨是不是平的 外带的横峰轨是不是平的 好 外带横峰轨呢 下来就这样 平的 就这个样子 平的 那么我们现在把后面的链胶挂上去 拿后面的链胶挂上去 换一条看一下啊 这个链胶是这样弯着过来的 从这边 从这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栖 挂好 把戒头挂上去 好 搞好了之后 我们现在把这个代理脑把它搞起来 轻轻的敲一下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来试走一下 好 我们再按启动 这 现在带子出来不皱了 外带飘心调集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